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很高兴在正言上人那里足迹与您见面 上说佛陀已有预言 世间不断受破坏,进入坏劫 劫就是时间,一时遭劫 则会在刹那间过不了关 而此时已进入天灾人祸 不断的时代 佛陀所说的大三灾小三灾 皆显现于世间 上说想要减缓预防灾难的发生 唯有人人尽一分心力 虔诚戒慎 现在敬请愉快来 收看今天的节目 上说苏婆世界是堪忍世界苦难偏多 佛陀在陆远院对吴比丘转法轮 首言苦即灭道 从一个苦字就可以分析到天地外物的生灭无常 在叛论极苦的众多因素 即因人们只是执着于有形的事物 对于无形的真理懵懂不清 即使有缘听法 也难以弃入真理 我从两千多年前开始了 向人世间的人说 这是苏婆世界 苦难偏多 人生要经得起 看人 去看人就好吗 有多少苦啊 佛陀开始说话 第一个话就是苦 那从那一个苦字就可以分析到天地外物 无不多是无常 无不多是经 很多的因素集在一起 所以有形 有形呢 那就会有生有灭 这种的无常 总而言之道理很多啦 从一个苦字开始 有形 无形 因为我们人 只是执着在有形 懵懂在无形 对无形的真理啊 无违缓 都是懵懂懂懂的 哪怕听话 也哪知道也哪不知道 知道的人呢 他就是利用这个话 在口头上能说 让人家听 哦 真好说哦 这样就过去了 说的人啊 凭他的 色彼 便宠 听的人啊 只是凭人那一分 我 听得懂 懂是懂 有没有入心 有没有化为自己的能用 所以呢 就如水啊 在热热的石头 就是一盆水呢 泼在 塞干的很热的石头 这样的就过去了 水过了石头 还是干的 我们的顽固啊 众生的心态的顽固 就是青春那条石头 所以 尽管啊 话坯如水 讲得很好的话 但是呢 白日中心的心哦 没有那么简单啊 话说再好 但是呢 很难入心 不过呢 我对 慈祭的菩萨 我常常都很赞叹 你我有缘 师父说 你们都会 听得很简单的话 一句两句啊 哪怕尽失你 就可以影响你了 一句话 开始呢 就精进 就可以呢 走入了 佛的正法中 所以 化入心啊 入人群啊 身体力行啊 这样去做 做到的事情 做到是地位啊 然后 人人限责的 这是对的事情 做就对啊 上书之法的人 平起 事智便聪 在口头上宣说 听着听之 也自以为听懂了 若无入心 即如在曝晒 高温的石头上泼水 水分很快就蒸发了 石头依旧干燥 上人感叹众身心顽固如实 即使法僻如水 却难已入心 上人 参叹 慈祭 人 精进走入 佛的正法中 真正是有智慧 上人 敬视 慈祭 人说 佛教徒 应有 救助苦 嫩的 菩萨精神 而慈祭人间菩萨 不只是无私付出 不求回报 在付出的同时 还要感恩 感恩苦难人的 无常视线 让自己 见苦之苦 心生觉悟 我们在这座 是心灵道场 人间菩萨 所以人间菩萨 我们总是 为了人世间的苦难 而在故处 佛教徒 我们不求回报 已经是慈祭人 不只是不求回报 还要感恩 健苦之福 还要看到了这样的无常 真的要觉悟 凡事都求不来 拜无价威 是爱心希望 上说佛教徒 就是要在体会无常之后 自我觉悟 不只是拜佛求佛 福度无法靠拜佛求得 自身的业力 也无法求佛消解 只能靠着自己 转化心念面对 佛头 脚踭 去让那个手机 吐发去 它也会破上风 不只是跟他说 特别落去 在那床双的时候 脚踭了 有状态的时候 是不是要关键回来 要关键一下怎么处理 脚踭就要把他煮破上风 也是要预防 但佛头他也是 去吐到手机 他也是 分明不要干 发烧 发热 同样有 后来也有弟子问他说 佛头你不都是成果人吗 他就会讲过去的 因言 神采果报 连佛头的衣服 美金 他还是要收报 所以不要 因为说 我整个的 求我都会 消灾 要消灾 要消灾 要有一个 冷冷的爱心 集合在一起 这就是一部分 上说佛头曾经在行走间 被树枝刺伤足不而发言昏迷 制造月报未尽 忍虚受报 莫以为求佛拜佛 其应而消灾免难 莫愈消灾解恶 唯有会合人人的爱心 形成一股爱的去留 气就是叫做压力 众生共用 人人也都做气了 这会影响到整个气 每一个人都联合在内 七空上流不成分 当地有一个人来到人间 没有污染大力 每一个人都穿开呼吸 透过 就是污垢